剛剛有沒有那個Bolder Slice Type 有沒有 類似像這按F1 基本上會跳出這個說明嘛 當然他同學好像跳有問題是 請注意看那個右下角這邊 基本上應該是此內容僅能在此電腦使用 可是我不知道有些電腦好像會自動去連線到那個Microsoft的網站上去 可是連上去呢 因為微軟他又沒有把這東西接好 所以變成你一連上去結果無法顯示那個內容 那怎麼辦 你就點那個右下角 假設你剛剛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顯示不出來 你就是點右下角 把它改成此內容僅能在此電腦使用 那會出現一個離線的一個圖示 才能夠看 離線主要是說 這些說明檔都在你的電腦裡面 OK 所以這樣就沒有問題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你電腦比較新 是用Excel的2013或者2016的話 它後面的版本 全部都改成連線版 也就是你按F1的時候 它會自動跳出瀏覽器 然後把說明檔全部都放在那個微軟的官方網站上面的 是連線的 但是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說哪一個比較好用 我反而覺得前面的版本比較好用 因為你現在連到網路上面去 有的時候 真的就是還要切換來切換去 反而在這邊比較集中 再來Office 2013還有2016 它剛開始推出來都都有個問題 連上去之後 你就傻眼了 全部都英文版 說明檔全部都英文 因為它上面顯示說 可能還沒翻譯完成 暫時沒有上線 不過後來一看 2013好像已經翻成中文的 但是翻的又很差 因為直接就知道 跟那個Google直接翻譯過來貼上差不多 OK 因為那個語法你就知道 不是很通順 但是有的時候看那些說明文件 請記得 千萬不要非常認真去看它 因為 那個 那個字句不通順是正常的 你就把它當成是外新聞來看 看關鍵的地方就好了 其他看不懂的部分 請略過 OK 因為如果你把它當成是 那種看閃文的心情 你會非常的完全 應該會非常沮喪 為什麼這麼一回事 因為裡面真的寫得非常的 不是那麼OK OK 好 那再來就說 我們待會 假如我希望 先把那個第八列跟第九列 先刪除好了 那刪除之後 因為這個是只是說明而已 不過你會發現 假如你遇到這樣問題 我刪除之後 發生什麼事呢 按鈕不見對不對 那怎麼辦 其實特別重要 如果說你不希望按鈕不見 請注意 滑鼠右鍵 這個也不要不見 可以把這幾個都不要不見好了 記得 未來如果說你不希望那個按鈕 因為你做了一些格式上的設定而改變 比如說欄寬 列高調整 它就變形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 這邊可以按右鍵 看多個好像不能選 這幾個 多個 然後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控制項的格式 控制項格式進來特別重要 它裡面有相關 那你可以去選它的字的大小 比如說像這個按鈕的大小 字太大你可以變更 顏色也可以變更 這個當然是另外的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刪除 你不需要它變形的話 記得有一個功能叫 摘要資訊 OK這裡 就是選它就按滑鼠右鍵 摘要資訊裡面 物件的位置 請你選擇什麼 大小 預設是什麼 大小位置隨儲存格而變 所以有的時候你那個 寬高一條 奇怪怎麼變形了 或者刪除這一列 怎麼按鈕不見了 主要是因為它隨著儲存格改變了 那怎麼辦 請你改成這個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有沒有 按確定 有沒有改了 但我剛剛除了改那個 大小位置 記得按右鍵 有沒有 控制向格式 當然你還可以改這些 這些其實都可以改 最重要的是這個 像我剛剛有順便改字型 按確定 這個時候如果你刪除這兩列 按右鍵 把這兩列刪掉 你會發現 按鈕還在 它不會隨儲存格改變 這個第一個 就是第二個的話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長什麼樣子 因為這個我現在還沒有把它做出來 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當然我們需求很簡單 就是說我有五個欄位 一 二 跟這樣 有四個欄位 然後我希望怎麼樣 跳出一個表單 然後讓使用者填 填完之後呢 按個新增 那一筆記錄自動跳到哪裡呢 跳到這一個範圍裡面的最下面 一列 然後自動把東西填在這裡 然後按新增 可能舊的資料又刪掉 然後它可以再新增下一筆 再新增下一筆 那你想說這什麼地方可以用 其實太多地方都需要這樣用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資料的錯亂 都是因為輸入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而且有些人亂輸入 那反而要花更多時間呢 去解決因為你剛開始沒有做規劃 的相關問題 那資料就錯亂了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麼 你輸入之前 先給它幾個框框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只能輸入這些 比如說數字只能輸入數字 你不能輸入文字 那這樣子先控管好 後面的問題 就會少很多了 就像之前有同學是在公賣局 他說廠商有五百多家 之前本來是給檔案 廠商回來資料 全部都光要花時間去檢查 去修改那些錯誤 花太多時間 後來學了表單之後 他後來就做表單 請廠商這樣的輸入就好了 他後來發現哇太好了 再也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了 就這樣輸入了 因為廠商也知道說 在這個表單裡面填什麼資料 自動就會放進去了 回傳回來檔案 自然而然就沒什麼問題了 OK也不要需要花時間 所以他省下很多的力氣了 OK 好那要怎麼完成這件事 一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要多學一個東西 在Visual Basic裡面 按滑鼠右鍵 之前是插入一個模組對不對 在模組上方會多一個 所謂的制定表單 那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 我覺得這個 它的功用還蠻大的 很多地方其實都可以這樣來做 前端的輸入端 都可以設計表單 讓人家輸入 這一勞有意 那要怎麼去設計表單 第一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 假如新增一個這個表單之後 名稱請先把它改成home 那特別之處 設計表單的話 有一個概念 請你由外而內 慢慢往裡面做 外面先做好 再做裡面 然後再從 從左到右 再去把它完成 那我們做法一一 先插入一個那個 這個這個制定表單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來做什麼呢 把這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仿照這個 那這邊基本上 我把這個名稱 有沒有表單對不對 把它改成home 不過呢 請注意 因為我之前開啟那個 就是我VBA的環境的時候 我把屬性的視窗關閉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請各位 一定要把這個屬性視窗打開來 那屬性呢 基本上它是 這扶在上面沒關係 或者把它移到這方 放上去就可以 放在這下面好了 OK 好 大概就這個位置好了 好 那這個表單的名稱 請各位name的部分 改成home 因為我習慣 叫它叫home 因為它預設是userhome1 我把它改成home Enter OK 第二個的話 再來改什麼東西呢 改那個 第二個屬性是caption 這個上方 我希望改成什麼呢 類似像這邊 成績系統 那成績系統這幾個字 怎麼輸入上去呢 在這個caption屬性上面 請各位輸入那個 成績系統四個字 按個enter 成績系統 成績系統 enter OK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屬性是對照這個 再來我希望把它什麼呢 也許底色改成綠色的好了 底色 底色其實 大概猜一下也猜得出來 在它的屬性 這個是user form 表單裡面的叫什麼呢 叫back color 底色有沒有 點擊它之後 會有一個調色盤 調色盤呢 我們選取最淺的這個綠色好了 OK 有沒有發現這個綠色就加上去 記得是從這個地方 切到那個調色盤 選一個綠色 好 我們完成了第一個 外部的這個表單 我當然做了 第一個 先插入一個字定表單 修改它的第一個屬性 name 第二個是它的caption 成績系統 OK 1 2 第三個是back color 把它改成綠色的 好 改完外部之後的話 再來我要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 總共有 讓使用者輸入的 有四個框框 那基本上比較重要是 這四個 1 2 3 4 那前面這個是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的作用 只是在提示使用者後面的東西 要輸入什麼 所以分別 你就加上 加什麼加上去 特別是點擊這個表單 工具箱會跳出來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把工具箱關閉的話 在它的上方也會有工具箱的這個開啟跟關閉 OK 那再來我們會需要一個叫標籤 那標籤它的位置一定是個大A Label 第二個是textbox是文字方塊 第三個是command button是按鈕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需要用到三種控制箱 這三種控制箱怎麼做 先Label 點擊它之後的話 放開 那我們要做什麼 那就 基本上你就照著這個吧 也許就是一個深綠色的字 底色的話也許就是一個灰色的好了 類似像這樣把它做出來 那怎麼做 特別重要 第一個 修改它的上面的名稱 也許找到那個caption 打一個姓名兩個字好了 OK 好 然後 輸入 Enter 上面就改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想說 我字好像太小了 那怎麼辦呢 請注意 底下有一個叫phone phone的是什麼 它的那個字的大小 預設是這個當然不是字型 不只是字型 你點擊 它的最右邊 會有一個小按鈕 這個按鈕 也許把它改成18好了 OK 按一個確定 字的大小 會放大一點點 好 大概18號字 再來的話 顏色 顏色也許深綠色好了 那我就改成 4 color 就前景顏色 點擊之後呢 調色盤 也許把它改成一個比較深綠色的顏色 類似像這個 或者是 改個紅色好了 這樣比較明顯好了 把它改紅色好了 那底色的話 也是一樣back color back color部分的話呢 我乾脆把它改成灰色的 OK 類似像這樣 好 就是會有類似一個嘛 那可是呢 你想說 做了一個之後的話 那其他 還有另外三個 其實比較快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你根本不要再重做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怎麼樣 複製它嘛對不對 那我教過一招了 更快的就是複製的時候呢 其實你只要拖拉 多按個Ctrl鍵 就是複製了 有沒有一個兩個三個 一個兩個三個 做好了 然後再改什麼 改他的Caption的這個屬性 這個Caption的話呢 也許就姓名 然後再分別把那個什麼 答案 考核 操作作答考試 分別把它改 改上去就可以了 那不過呢 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啦 也許你在拖拉 按Ctrl鍵的時候 第一個 也許Y7扭8 怎麼辦 很簡單 選取它的 格式裡面的對齊 有沒有 主控項 主控項指的是你第一個 選到那個白色的 左圓 好 第二個呢 它的間距不一 格式裡面的水平間距 怎麼樣呢 相等 好 OK 那名稱自己再改一下 OK 再來的話呢 再拖拉那個格子 用第二個 Test Box 拖拉一個框框 大小多大呢 大概這麼大吧 最好是跟它一樣大 對 那怎麼跟它一樣大 其實你可以這樣選 選過來之後 第一個 格式裡面對齊 主控項的什麼 上圓 對不對 它對齊 第二個呢 跟它一樣高 格式裡面 你可以找一下 它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叫什麼 調整 大小 然後呢 高度有沒有 欸 設為相等 因為我高度好像拉得太高了 把它高度設為相等 好 OK 你會發現喔 這個格子高度會跟它一樣高 那做好一個之後呢 同理可證 然後把它拖拉下來 按桿鍵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大家如果沒有對準 自己再喬一下好了 好 再來就是說呢 按鈕嘛 按鈕還有兩個按鈕 那這個兩個按鈕拖拉一下 反正一樣先做一個 那這個按鈕 就一個新增好了 新增的這個 一樣 這邊 把它的 Caption 改成什麼呢 改成新增 所以這邊打上 新增 Enter 那字的大小太小了 所以也要把它改成18號字好了 所以這邊 改成18 OK 好 18我們太大了 縮小一點好了 16 OK 好 大概這樣子 字的顏色啦 我想你自己再調整紅色好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把這個表單的畫面先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程式撰寫 就可以把紙給填進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表單 可能大部分同學對這個還是不熟悉 不過其實這個熟了之後 要做一個表單 其實也非常的快 注意一下就是那個 裡面有包含就是說 它有一些格式的設定 包含對齊 還有就是說可能 那個調整大小 還有就是垂直或水平的間距 稍微調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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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